应该 我现在可以了 那如果保护起来就不OK 1234 1234 OK 那你会发现这边 那个公式不见了 也不能修改 那不能修改 这边应该就不OK 所以以后呢 不是只有这里 以后如果说你的工作表里面 只要有保护 然后你要执行VBA 都可以用同一个方式 动态的取消保护 然后动态的再把保护加回去 那要怎么做 非常简单 只有一行程式就好了 但那一行程式也不长 你必须要在执行SOP的下一行 先跟他讲说呢 我要先怎么样 先取消保护 那怎么取消保护 你要跟他讲说 哪一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两种方式 一个是什么 你可以跟他讲说 哪一个工作表 许词 许词物件 刮胡 你可以第几个也可以 第一个 或者是那个名称 你可以跟他讲 那个名称叫许词 所以你就打个 那个名称叫什么 SHETE 你可以打HETE 这样子 然后呢 做什么呢 点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取消保护 这个第一个方法是 所以特别是你要叫这个工作表 有至少三种方法 一 第几个 你可以用一 这个可以用一 第二个用名称 第三个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我比较推荐 第三个方法 就是那一 就是目前 我们使用中的那个工作表 目前使用中的话怎么讲呢 叫ACTIVE 所以你就加一个ACTIVE 目前使用中的那个工作表 ACTIVE 不用加S 刚一定要加S 因为它多个嘛 好几个 那目前使用只会有一个 所以ACTIVE SHET OK 三种方法都可以 不要推荐第三个 那一个呢 怎么样 直接取消保护的话呢 保护是什么 英文是什么 Protect 那如果取消的话 加一个什么 UN不就好了 N Protect 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OK 然后瓜胡跟他讲说 密码多少 我刚刚密码就1234 这样就OK了 密码取消掉了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这个地方 现在执行到这里错 我把它拉回去好了 OK 意思说城市倒车一下 取消各位注意一下 我把城市由这边 把它拉回去 让它重新执行 那各位请注意一下 这一行还没执行的时候 这边是什么 保护状态 所以它会取消保护 如果执行它的话 等于是点它 然后输入密码 到底一样 OK 我们执行它 按F8 你会发现 注意看上面 OK 有没有看到 上面的状态 就等同是什么 你已经把保护取消拿掉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可不可以 像刚刚一定会错吗 现在可不可以 会不会错 你会发现不会错 有没有 它会一个个清楚 清完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全部清完之后 那还要记得一件事 怎么样 再把保护加回来 保护 保护怎么加回来 很简单 把这一行复制下来 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 UN怎么样 拿掉比较好 拿掉就 Protect 就保护 OK 所以 全部做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 怎么样 再把它 保护加回来 所以保护怎么加 你看 上面是保护工作表 现在没有 等于是 现在没有保护状态 如果加这一行 按F8 你会发现 就等同你打开它 然后把密码1234加进去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然后呢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上面如果说延期 假如说你现在执行的话 一样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一行一样丢不进去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这个上面怎么样 再把这一行 把它怎么样 复制到它的上面 结束的时候呢 一样把这一行 怎么样 复制到它的下面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 再把它执行 拉回去重新执行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一样吗 他把公式丢进去 取再来 把它保护去 最后按钮 我们试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被影响了 OK 然后但是它会闪一下 你看清楚 它一样会出现一下 不过 应该无伤大雅 没有那么厉害 看马上可以知道 你成功是怎么写的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大概用这种方式 可以动态的把保护取消 动态的再把保护加上去 OK 但是呢 这种写法有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呢 一般人是不会开发人员 也不会 但是如果学过的人 他就会怎么样 打开你的video basic 打开你的模组 有没有 看到unportage 如果学过嘛 学过你就知道密码是1234嘛 对不对 那你就即便你不告诉我密码 我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1234 一样可以破解啊 所以怎么办呢 改密码没用啊 对不对 不可能每次都改吧 对不对 而且你档案已经给人加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的VVA 可以怎么样 加密码 对 顺便讲一下 因为以后你 你的VVA越写越多 越写越复杂 越写越有点水准 那也是你的智慧财产权 OK 对不对 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 你怎么写的嘛 不然的话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打开 每个人都会的话 那你写了很多 那变成任何人都可以取得 一样的写法嘛 那参考你的东西 马上可以有变出一样的东西 那你就会发现 那你写这 怎么没有保障 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记得哦 这个地方呢 可以 如果你加了这个保护的话 你可以再到你的 这个VVA的project上方按右键 有一个VVA属性 那你记得哦 保护的地方把它打勾 再加上密码 OK 那我是用比较简单 我用1234 我又忘记 记不起来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不会生效 什么时候会生效呢 就是你要把它关掉 存档 储存 从那边储存 OK 然后重新打开的时候 它才会生效 OK 所以我先把它关闭 然后呢 我重新再开启它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的 重新把它开启它 重新把它开起来 重新把它开启它 太多了 104 在这个 OK 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一样启用内容 好 然后呢 开发人员进到这边 Visual Basic 这个 保护啦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针对那个 刚刚的那个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教育里面这个保护工作表 我们就可以利用那个动态的取消保护 其实不难记啦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个还蛮重要 蛮好用的 尤其是你 你的工作表 要保护的话 这一招其实跟VBA里面结合算是非常简便的 OK 然后但是会有个问题就是 很容易被知道密码 所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VBA Pagia属性 记得把保护打勾就可以了 记得关掉重开 它才会生效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保护部分 这些东西其实当然你不做也应该不至于会影响你的工作啦 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一定要防范未然 很多东西其实会增加你的工作负担 大部分都是因为你没有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变成你要增加很多的时间去处理 因为你没有保护而产生的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要防范 比如说记得就是加个锁 你就不用去担心说小偷会进来 至少也是安心的 所以记得保护之后的话 那记得就城市里面的话 一定要记得那个ActiveShoot .unprotect 刮胡就双引号给他你的密码 OK 另外如果你担心别人知道你的那个保护工作表密码的话 那记得再把VBA的专案 Project 按右键 VBA的属性 把它再加一下密码 这样的话就一劳永逸了 OK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我觉得你常用用久习惯大概就知道怎么做 如果怕忘记的话 我建议还是把它写下来 写在你的任何记得起来的地方 OK 那这样的话 以后要找的比较方便 我蛮建议各位一定要把它记在一个你找到的地方 真的 你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真的 我都不相信我的记忆力了 我之前常常想过 我曾经好像记得什么东西 但好像格格没多久就全部都忘记了 而且要为了想那个东西 花好多时间 倒不如先把它写在 我的习惯是写在云端上 因为反正我云端上 我觉得是可以查阅 那如果你不习惯用云端 你不如就拿个笔记本先把它写一下 不过我还蛮推荐各位以后 还是尽量把资料放在你的云端上面 如果你是用那个 那个那个Apple的产品的话 你用Apple的云端吧 那如果你习惯用Google的东西 像我是蛮习惯用Google 就刚才记在Google的云端硬碟 它有15GB的空间给你放 所以理论上你要把 Gmail本身就有个云端硬碟 打开就有了 它有一个App 你要去下载 它叫云端硬碟 Google的 你就搜寻云端硬碟就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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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